记者钟洪良台北报道,民进党日前拍板,今年底台北市长选战奖不再与现任市长柯文哲合作,柯文哲妈妈和瑞英昨天受访时要柯文哲有志气,不要参加台北市长民进党第二阶段民调,柯文哲今天上午出席斯文里三期拆除工程即新夏命名典礼后接受联访,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听妈妈的话。 柯却回说,我应该叫我妈妈少说话,柯文哲先回,我妈妈不会讲话讲得那么,随后说会希望妈妈少说话。 而当被问到有没有讲过反科及时等于道英,柯文哲则说那是房间传言,这种话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讲。 和瑞英昨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咱人就是要有志气,若要靠别人,我看不要好了,顺其自然就好。 他还高呼柯文哲加油,你的努力妈妈都看到了。 而当被道是否找过绿色和平广播电台主持人陈雨昕当竞选总干时,柯文哲说曾经有问过,但对方说没时间但同意当义工。 而当媒体要询问是否要跟时代力量合作,是否幕僚便将市长拉走。 结束采访